娶了初恋的八位老戏骨 每一位都是恩恩爱爱几十年 第一位 杜源 演技精湛的老戏骨杜源 感情也是非常纯粹 在四岁的时候就遇到了妻子范小春 两个人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1982年结婚并生下了一个女儿 两人已经携手共同走过了40年的风雨 时至今日杜源依旧把妻子当作宝贝一样疼爱 第二位 陈宝国 他和初恋赵奎俄是同班同学 毕业后虽然两人从事不同行业的工作 最终还是一起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至今夫妻俩已经结婚40余年 他们的儿子陈岳墨如今也是一名演员 作为国家一级演员的陈宝国 这一辈子也只是爱过赵奎俄一个人 第三位 张光北 他的妻子陈伟是当时中戏的校花 两人结婚至今已经33年 一直都是恩恩爱爱相濡以沫 张光北从事演艺工作多年 从来都没有过绯闻 他和妻子是中戏时的校友 两个人也是一起从校园走到了婚纱 如今他们的女儿张思乐也成为了一名演员 一家三口非常的幸福 第四位 蒲存心 老戏骨蒲存心在话剧团遇到了妻子婉萍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并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当时妻子的名气比他的名气大 两人的身份并不对等 没想到结婚后 他的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爆火后的蒲存心反而对老婆更是疼爱有加 结婚40多年一点绯闻都没有 第五位 新柏青 刚入学时 新柏青就对朱圆圆一见钟情 两人经过了13年的恋爱长跑 终于修成正果 虽然夫妻俩都没有大红大紫 而且也都非常低调 但他们却十分幸福 这也让很多人羡慕 第六位 丁永代 大气晚成的丁永代和妻子不仅是初恋 还是一见钟情 因为当时妻子的父母与丁永代在一个剧团 岳父岳母非常认可他的人品 甚至还帮他牵线搭桥 结婚近40年 他和妻子一直非常恩爱 他的事业也是越来越好 第七位 何冰 国家一级演员何冰不仅演技好 而且人品过硬 他和妻子是初中同学 还是彼此的初恋 他们至今结婚近30年 夫妻俩依然恩爱如初 第八位 杨立新 他和老婆杨青是通过彼此的老师相识 相处一年后两人就结婚了 而且老婆也是他的初恋 结婚几十年一直非常幸福 如今他们的儿子杨乐 在娱乐圈是小有名景 这些用情专一的老戏鼓 你最喜欢哪一位呢